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一位秀才给他辅导一下 一 那个朝代 有钱的都请老师当家教 古时叫做作馆 但这作馆先生也是鱼龙混杂 其中确实有好的先生 但也不乏一些人品师德不正之人 专干一些鸡鸣狗盗之事 为此 张胜给儿子选家教先生特别谨慎 没几个顺眼的 要么是嫌太老于府 要么是嫌年少轻挑 左右没挑选出一个 正在张老爷为难的时候 孩子的老爷给外孙推荐了一个先生 姓前明春 张胜觉得岳父所选之人应该不会太差 见面之后 为人谦虚 闲话不多 但谈经论道 非常有一套 张胜说 我这孩子虽然快成人了 但对文字一窍不通 今天遇到您 算是找对人了 前春说 小人不才 才疏学浅 金蒙 老先生和您托付 一定尽力 感觉前春是个实证人 值得一试 而这个前春呢 确实有些学识 而且也特别会投机取巧 在当年科考盛行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了替考这桩买卖 只要没有做管的生意 前春就去当枪手 干了不少冒名顶替的事情 都是因为借了前春之力 才博得了功名 话说前春来到张府 每天讲书授课 不辞辛苦 而且待人谦虚宽厚 张府上下都比较喜欢他 而且他与公子张宝处得 也是相当好 明里是师徒 私下是兄弟 不得不佩服前春的手段 前春对张宝说 阿宝 你父亲爱子心切 怕你成才 你可一定要用心 别辜负了你父亲的一片苦心 张宝说 是啊 这几天父亲还找我要文章呢 我知道自己的水平 不敢给他老人家看 前春说 你的文章写得非常新颖 张宝说 那就听老师的 明天就给他拿过去 前春却说 不急 你父亲是个老生源 不一定能欣赏得了你这个新格调 等我给你赶一下再拿去 其实张宝的水平太差 前春几乎重写了一篇 自己再用红笔圈出来 然后写上评语 让张宝给父亲送过去 前春 这等于是替学生写作业 纯粹糊弄钱呢 张盛看后 觉得儿子水平大有涨进 非常高兴 直说 这老师教得好 又对妻子正是说了此事 正是也十分高兴 后来 张盛以为自己儿子是真有水平 便经常在亲友面前炫耀 甚至让他当场写文章 而前春呢 却把写好的文章 粘在水杯底下 以送水的名义给张宝 张宝照着抄写就行 众人因此都以为张宝是个人才 还有一次 张宝就以笔不能用为由 借回书房换笔的机会 让前春帮助自己作弊 你说这前春 为什么帮张宝作弊 无非两点 一是想哄张胜开心 为的是作家叫长远 二是想让张宝感激 生活上多贴补一下自己 而这个张宝 不但没有因此感激前春 反而有些飘飘然 真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恨得前春牙痒痒 发誓要找个机会敲诈他一笔 二 一天傍晚 前春与张宝上街闲逛 从一个鞋匠铺门前经过 只见一个女子 催着鞋匠去打酒 应该是对夫妻 这个鞋匠叫做陈寺 长得黑光光 而且脏兮兮的 但那女子却特别白净 特别艳丽 张宝 见那女子模样 瞬间定住了 没想到自己家附近 还有这么漂亮的妇人 前春看在眼里 记上心头 说 张宝痴痴地看着 说 你怎么知道的 前春说 不喝酒 他干嘛让老公去买 你看他那神态 估计也是个风月老手 张宝说 好一朵鲜花 却插在了牛粪上 前春说 老天就这样 作弄人啊 你想这样一个女子 难道弄不出一些私情勾当吗 张宝说 那也未必 前春说 那是没遇到顺眼的 如果遇到个俊俏后生 难免不出事情 当然 虽然这么一说 我们读书人 还是要稳得住心神 不能干这等下三滥的事情 也活该张宝倒霉 就有事无事地 到鞋匠门前张望 鞋匠发现了他的异样 但碍于张宝的身份 便也不好发作 这天 前春 故意找鞋匠去补鞋 两人聊得还很投缘 这时 张宝 又来看那女人 见到师父在 有些不好意思 便开了句玩笑 说 罢了 陈寺问了前春 知道这是他的学生 便说 什么玩意 有事没事就来撩我家娘子 我都忍他好久了 若是再来 我必要打他一顿 前春说 我这个学生特别顽劣 我和他父亲管教他 也不见悔改 虽说如此 张老爷那边 也不好交代 对付这种人 还要动些脑子 陈寺一听有道理 说 你有什么办法 前春说 张宝不是贪色吗 你让娘子勾他进家 然后你当场捉奸 我这时再出来劝和 让他写一份保证书 保准炸他几百两银子 邪将头脑简单 一听能够解决问题 还有银子赚 立马来了精神 说 只要能赚银子 我一定重谢您 前春也是为了银子 说 这钱怎么分 鞋匠说 四六分吧 只是怕张老爷那不好交代 前春说 有保证书在 两人随后又商量了一下细节 便各自回家了 回到张家 前春便对张宝说 真是个好女子啊 竟然还端茶给我喝 只是那个鞋匠太粗鲁 肯定吃了我的醋 赶紧把我打发了 张宝说 这么好的女子 我倒要试试 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惹出什么事来 可不关我的事 第二天 张宝就把自己的鞋折断了 去了鞋匠铺修鞋 正好鞋匠不在 叫了几声 那个女子才走了出来 说 不在家 张宝欣喜 说 本来想找他补鞋 既然不在 本来 这女子推托不会补鞋 但耐不住张宝拉扯 便伸手接了鞋 张宝趁机在他手上摸了一把 女子说 相公 你怎么这样无礼 张宝只是看着他笑 女子红着脸说 你明日晚间来取鞋吧 三 第二天 只恨这时间过得太慢 待到傍晚 便一个人去了鞋匠家 其实这就是鞋匠下的一个套 张宝来之前 陈寺已经躲起来了 张宝听说陈寺不在家 便想对女子非礼 这女子按照陈寺说的网楼上跑 但这女子毕竟心善 便轻声对他说 今日不便 改天再约吧 但张宝哪里啃衣 到手的鸭子 岂能让他飞了 上去抱住他 正待往下动作时 鞋匠拿着一把菜刀出现了 因为在楼上 张宝跑也跑不了 被陈四衣脚踹翻在地 上去就是两拳 张宝吓得直喊饶命 那个女子也说 有话好好说 杀人是要偿命的 随后 陈四就拿起女人的裹脚布 把张宝绑了个结实 这时 张宝听见乾春 过来取鞋的声音 便大声喊 先生 救救我 鞋匠说 与你一起送官 鞋匠下楼 一把抓住乾春 带上楼后 当着张宝的面 打了他两巴掌 鞋匠说 你这臭先生 竟教学生奸淫妇女 看我不打死你 乾春说 这话从何说起啊 转身训斥张宝 你非不听 若是让你父亲知道了 我都不好做人了 那鞋匠赶紧又上去 踢了张宝脊脚 骂道 我千辛万苦娶个老婆 你倒要来调戏 张宝一个劲地讨饶 臣寺也不理 乾春说 今天是我的学生不对 你打也打了 不如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了他吧 下不为例 鞋匠说 就你面子大 虽不曾伤害 但也吓到了我的妻子 即使不打他 也一定要送官 乾春说 你若送官 也必然连累娘子 鞋匠说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宁可去死 也不见官 你若怕他再来 让他写个保证书得了 张宝说 对 我保证 我保证 鞋匠想了一下 说 只写保证书不行 还要赔我二百两银子 这时 乾春就开始 与鞋匠讨价还价 一直砍到了一百两 露出马脚 二人一唱一鹤 就想先骗些钱了事 当时张宝身上 没带什么银两 就把值钱的东西 都压到这里 乾春又回到管理 拿了一些东西底账 相约三日之后 银两凑齐之后赎回 随后 张宝按照要求 写了保证书 鞋匠让他写上 如果娘子遭逼出事 也要由张宝抵偿 张宝刚要下笔 被乾春拦住 说 这是不可能的 更不需要写 这才作罢 谁知就因为这句话 又让乾春做了一篇大文章 回家的路上 乾春把张宝一顿埋怨 张宝没办法 只好编了个理由 骗了母亲一百两银子 乾春拿着银子去了半天 把原先抵押的东西 都赎了回来 而且说鞋匠夫妇都已经搬走了 张宝听后特别高兴 说道 省得他们拿那张保证书要挟我 但张宝不知道的是 连那鞋匠夫妇也设计在里面 四 当日 张宝把银子交给乾春后 乾春慌里慌张地跑到鞋匠家 鞋匠问 银子带来了吗 乾春说还要什么银子 这是不知道谁告诉了主母 主母又告诉了张胜 张胜把儿子骂了一顿 把你们都告了 说你们二人设局敲诈 明天肯定派人来抓你们 哪还敢接他的钱 现在来通报一声 那些东西都归你了 千万别把我扯进来 鞋匠一听 慌道 这都是你教我的 如今这些东西 只要报官 都要被收缴 鞋匠老婆说 我叫你不要做这种缺德事 如今我们还是去自首吧 乾春说 不可 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但见官可就麻烦了 张胜主要是气愤 你们敲诈银子 如果银子追回来 估计他也不会再追究 即使官差来拿人 鞋匠夫妻二人商量半天 最后决定全部奉还财物 然后收拾家里钱物 连夜逃往他乡 而这一百两银子 其实都落到了乾春的手中 乾春两头屎诈 真是太可恶了 此后 没过几天消停日子 突然有两位官差找上门来 两人有些吃惊 只见其中一位官差说 我们有寻案 批准告辞 特来请二位向公道唐一审 乾春说 我们有什么违法的地方吗 张宝此时脸已经下白了 只见那官差说 前日有邪将 臣四来告官 举报张宝仗是强奸他妻子 乾春说 桌奸见霜 你们有什么凭证 官差说 有张宝的保证书 还有当时交付的银子 这事情 你们上了大堂就清楚了 没必要和我们在这里解释 张宝听着事情说得逼真 害怕地低下了头 更不敢多说一句话 人命关天的大事 能否看一下你们的公文 官差初始公文 张宝探头查看 果然写得明明白白 这时乾春又出来搅和 故意留下两 盛情款待他们 但两位官差架子端得很大 而且席间无意中透露 只要到案 恐怕有去无回 乾春和张宝极力讨好二人 请他们在案子上 给予支持 两人半推半嚷 说此案事关重大 需要打点的地方太多 确实不方便相帮 张宝一听打点的事情 随口说 只要两位大人相助 其中一位官差说 这也只能试试 但必须要快 拖得时间长了 可能就不好办了 乾春此时说 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银子买通鞋降 让鞋降臣寺主动撤诉 就说妻子之死与我们无关 而且还要讨回那张保证书 免得他再去别的地方告状 而且此事 最好是由两位官差出面 官差为难地说 造假的事情 我们按理不能帮办 但看你们二人诚心 暂且试试吧 只不过花费多些 先拿一千两银子吧 张宝一听傻了眼 但当这官差的面 又不好发作 两位官差休息后 张宝对乾春说 这么多的银子 我去哪里讨去 乾春说 主意我都替你想了 这钱的事情 需要你自己想办法了 张宝说 时间这么紧 去哪借这么多银子啊 乾春说 他不会坐视不理的 不过我提醒你 若凑不够银子 后日官差来拿人 恐怕你父亲脸上不好看 而且人命关天 一旦入狱 恐怕需要更多的银子 而且能不能办成还两说 张宝没有办法 回家便着急凑钱的事情 茶饭不思 五 听说儿子生病 母亲正式过来探望 问道 怎么突然就病了 张宝含着泪说 儿子做错了事 恐怕难免一死啊 母亲着急 但也问不出缘由 对仆人说 快去禀报老爷 张宝急忙说 千万别叫 我实话告诉您 更不能告诉父亲 母亲心疼地说 我不说 张宝随后便把鞋匠敲诈 妻子告状的事情说了一遍 只是这银两无处筹措 母亲一听 也慌了 说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 现银也不过二百两 其他还需变卖东西 哪来得及呀 爬起来道 母亲先把二百两现银给我 我先稳住那两位官差 其余地慢慢兑换 但这母子二人 经过一番折价贱卖 也没兑换出多少银子 还有老大一个缺口 张宝便说 不如母亲找个理由 跟父亲讨要一些吧 正是说 曾经审过一个类似的官司 你父亲因为那个厚生贪淫致死 竟然活活把他死了 现在你竟然也做出这样的事情 若是让你父亲知道 你如此败坏门峰 岂能轻饶你 再说 你父亲一向围观清廉 让他去哪里凑这么多钱 正是没有办法 最后叹了口气道 你这个儿子 我是白养了 谁知 正是因为一时想不开 竟然上吊自杀了 张胜文说 自己老婆的死讯 觉得非常蹊跷 就把家人一个个叫过来审问 后来才听说官差来家抓人之事 张胜询问张宝 张宝支支吾吾 张胜知道其中必有缘故 便用家法伺候 张宝挨不住打 便把事情都说了 张胜知道后 差点没有当场气死 又准备对儿子一顿暴打 幸亏家人拦住 说 现在老夫人已死 你在打死儿子 张胜又伤心又气愤 冷静下来之后 就开始琢磨 如何解救儿子一事 张胜问儿子 那女人是当天吊死的吗 张宝说 事后三日便搬走了 当时还没死 过了十来天 才有人来说 是死了告的状 张胜说 也应该是当天 如今他们在哪里 你让人打听了吗 张宝说 没有 张胜说 傻儿子 你一定被人设了局 随后 张胜便利用自己 为官时的关系 到巡抚托人打听 邪将妻子吊死的案子 但查完之后 过了三日 正是发丧 前春见张宝不来送银子 便借吊丧之名前来 催银子 而张宝听了父亲的话 便对前春说 我凑了几百两银子 给你拿去 现在有人吊丧 你先一边陪丧 一边等我拿银子 也来索要银子 刚进大门 大门就关上了 只听张胜大呼一声 你们这两个泼皮 竟敢假扮官 插逼死我的夫人 两人尚待狡辩 但被张胜问了几个问题 全然答不上来 张胜也不跟他们啰嗦 把两人扭送到了官府 但到了官府背上了刑 实在熬不住 便全招了 原来 这两名假官差 一位是前春的妹夫 一位是前春的表兄 是在前春的主使下 才使出这种敲诈勾当 随后 官府捉拿前春归案 前春本想抵赖 但见官老爷说 枉为人师 人家花费高薪替你教书 你却让社稷骗他儿子 已是天理不容 而如今又假冒官差 伪造文书 更是法理不容 但一位邪将夫妻 不知下落 色又敲诈之名 不好坐实 随后 官府便以伪造公文 敲诈勒索之名 妹夫各打一百大板 结果 只有他妹夫扛住了 前春和他表兄 才打到八十大板 便丧了命 且说 这张宝 此事之后 幡然悔悟 开始认真读书 没想到 真考中了秀才 一次在科考的路上 在找人修邪的时候 陈寺以为 他是来寻仇的 还没等张宝相问 便把前春设计陷害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张宝 张宝想找他讨回银子 陈寺说 我一分银子没得到 还在外东躲西藏两三年 银子都被前春自己收下了 这个时候 原来自己都被前春算计了 好在前春已经伏法 他们也就心安了很多 六 从古至今 父母皆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成才 父母不惜花重金 下血本 请家教 但是真正能起作用的 如果遇到前春这样的恶人 那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师者 传道 授业解惑也 而有些老师 却不讲师德 有的只为钱财 不好好教书 甚至以帮学生写作业来 糊弄父母 有的老师 本身人品不佳 带着学生不学好 还长了一身毛病 有的老师 本身就另有企图 甚至干出一些偷奸盗窃之事 这种老师 就更需要严惩了 所以说 父母为孩子选择家教老师 一定要擦亮眼睛 要先关注人品 再讲究学问 否则 等出了问题 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教育也不全是老师的事情 老师有教好学生的本分 父母更有教育孩子的义务 不能因为孩子有了问题 就互相指责对方 而且 孩子的学习教育 要重点放在学校里 不能指望外面的 各种培训和家教 一旦选不好 只会耽误了自己的孩子 此故事 纯为民间故事改编 只想借此诚恶扬善 宣扬正能量 确实与封建思乡无关 如有冒犯之处 请勿对号入座 明朝末年 在几州府同安县内 有一个老瓦将名为李安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娶到了比自己小12岁的妻子翠莲 让人好生羡慕 翠莲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近些年来 南方大汉 翠莲全家上下都被活活饿死 若不是有着好心人的施舍 恐怕翠莲也无法活到现在 后来 翠莲一路逃荒 便来到了同安县的境内 由于多日未曾进食 便昏倒在了路边 恰好被外出做工的李老汉发现 便将她背回了家中 李老汉如今约莫五十的年纪 却仍然没有讨到媳妇 见到翠莲的第一眼 便深深地被她吸引住了 于是便拿出好吃好喝来款待她 翠莲见到如此丰盛的美食 一时间也是感动不已 便不顾形象地将饭菜 都吃到了肚子里 见状李老汉便说道 姑娘若不嫌弃 便一直住在我这 我愿意为你做一辈子的饭菜 见到李老汉的表态 翠莲不禁心生感动 在想到自己之前的经历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李老汉不禁大喜过望 于是便广发情帖 在乡亲们的见证下 娶到了如此年轻貌美的妻子 结婚之后 李老汉对自己的小娇妻很失疼爱 家中的脏活累活都被她揽在了身上 整个人也是精神焕发 似乎年轻了十岁一样 可是后来 李老汉却发现翠莲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这可急坏了药子心切的人李老汉 为了让翠莲怀上孩子 李老汉还不惜花费了很多银粮 买来了药材为翠莲滋补 可是仍然没有效果 翠莲见状心中也很是内泽 她不想让丈夫断了香火 于是便经常去庙里烧香拜佛 就连那肉食都戒掉了 或许是翠莲的 诚心感动了神明 终于在一年后怀上了孩子 这可把李老汉激动坏了 对妻子是百般的呵护 好吃好喝的供着 后来 翠莲顺利地为李老汉 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李老汉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整天抱在怀里都不嫌累 夫妻俩为孩子取名李富贵 希望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免受那生活之苦 待到李富贵十五岁之时 李老汉便托人将他送到了城里做学徒 在亡园外的手下做事 这亡园外可是一个成名已久的富商 不仅家产万贯 而且还经常救济周围的百姓 因此声望极高 所以李老汉才打算让儿子在亡园外的手下做事 或许能在将来有所成就 让李老汉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儿子竟然真的是一个经商的材料 就在三年之后 李富贵便被王源外调到了一家店铺里 做副管事 工钱也是翻了数倍 自打儿子 有了出息 李老汉一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让周围的邻舍甚是羡慕 不过更多的是极度 一个个的都认为李富贵这是走了狗屎运 这才被王源外看中 听到如此的话语 李老汉也是生了一肚子的气 若不是妻子拦着他早就找上门去理论了 可是好景不长 就在李富贵坐上副管事的位置不久 一个意外却出现了 让他被王源外暴打一顿逐出了王家 原来就在几天前 王源外让李富贵去采购了一批粮食 今年收成不好 很多乡亲都吃不起饭 心地善良的王源外便打算出手相助 于是李富贵便按照王源外的要求采购了粮食 带到发粮的那天 意外便出现了 乡亲们得知发粮早就排起了长队 每个人都获得了一袋满满的粮食 对王源外是感激万分 可突然有人喊道 快看 这粮食怎么都是发霉的呀 于是大家赶忙检查起了自己的袋子 发现里面果真都是发霉的粮食 之前对王源外的好感瞬间便消失了 纷纷指着王源外便破口大骂 王源外见状赶忙查看了袋子里的粮食 发现果然如同乡亲们所说 都是那发霉变质的米粒 于是王源外便大怒 将负责此事的李富贵逐出了王家 而李富贵也因此名声受损 成了大家嘴里的奸商小人 李富贵也因此一并不起 被李老汉接回了家中照顾 李老汉对自己的儿子很有信心 他根本就不相信富贵能够做出此事 可事实也正如他所想 李富贵就是被人陷害的 由于李富贵天赋很高 若是再由他成长下去 恐怕王源外会越来越器重他 于是王源外的手下便联合起来 设下了计谋陷害于他 悄悄地将粮食都换成劣质的 还将那账本也都做了手脚 所以王源外在调查之后 这才将富贵赶了出去 富贵没有想到自己尽职尽责地为王家做工 竟然被小人陷害落得如此下场 这才生了一场大病 据郎中所说 富贵这是心病 除非他自己想通 否则可是无药可医啊 经历了如此之事 李老汉不得不站出来撑起这个家 身体孱弱的他只好拾起了老本型 去给别人家做瓦酱活 以此来养活一家 这天李老汉刚刚做完工活 见天色已经很晚了 于是李老汉便赶忙朝着家里赶去 就在他路过一处山林之时 突然一道响雷传来 让他暗叫一声不好 看来是要下雨了 于是李老汉脚下的步子 又是加快了几分 可就在这时 豆粒大小的雨滴 摔大在了他的肩头 紧接着变成了那条泼大雨 李老汉赶忙寻找碧雨的地方 他边跑边留意着四周 突然一间老宅 出现在了开的面前 李老汉不禁一喜 赶忙跑到了老宅里躲雨 这老宅里面杂草丛生 看起来已经荒废了很久了 于是李老汉便挑选了一个干净的角落坐了下来 看这雨的模样 恐怕自己今夜便要困在此处了 想到这里 李老汉索性便躺在地上睡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李老汉便被一阵声音给吵醒了 李老汉不禁心中疑惑 在这老宅里为何还会有别人谈话 莫非是这宅子的主人回来了 于是李老汉便偷偷地顺声而去 带到靠近之后便有一道声音传出 大哥 我们将财宝藏在这里 不会被别人发现吧 只听另一道声音传来 当然不会 这老宅根本就没有人会过来 等我们将宝物全都到来 便可以换个地方 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了 闻言李老汉不禁抬眼望去 这一看却是吓得他险些瘫倒在地 因为那出生的竟然是两只刺猬 此时他们正守在一个洞口 在那洞里竟然满是金银财宝 一时间 李老汉不禁想到了城里 最近发生的怪事 因为很多有钱人家都被偷走了财物 此时闹到了官府 可是迟迟没有解决 难不成就是这两只刺猬所为 于是李老汉便躲起来仔细地听着 他也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这两只刺猬乃是那山精 由于羡慕人类的生活 便出了山 打算收集好了财宝 去过那逍遥的日子 既然被李老汉发现 他怎能做事不管 于是李老汉便跳了出来大喊道 你们这两个精怪 竟敢行那盗窃之事 看我不打死你们 那两只刺猬被突然现身的李老汉吓了一跳 他们虽然可以化作人形 但是那战斗力却弱得惊人 于是他们只好落荒而逃 见状李老汉便没有去追那逃走的刺猬 而是将这些到来的财物 全都收集到了一起 随后李老汉便带着这些财宝 回到了家中 一家三口在知道李老汉的奇遇之后 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突然富贵便开口道 爹 这些财宝我们不能收 否则我们与那强盗有何区别 还是将它送还给大家吧 文言李老汉也是点头答应 第二天 父子俩便一起将那财宝送到了官府 由官府将其勿归原主 而此事一出 也改变了大家对李富贵的看法 若他真的是一个谋求私利的小人 怎会把这么多的财宝送还给大家呢 看来之前的事定然是有所蹊跷 而那王源外在收到官府送还的财物 也是对之前的结果重新调查了一番 最终发现富贵竟然是被冤枉的 一时间悔不当初 便又将富贵请了回来 富贵在得到大家的认可后 这心病终于是痊愈了 王源外也是提拔他成了店铺的大管事 一家人再也不用为吃喝发愁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人节地灵 这里出了不少人物 有几个还在京城任职 官居二品 其中张贤德就是其中一位 在他之前 他家世代为农 种着几亩薄田 锦购湖口 有一年 文山县大汉三月 地里的庄稼都汗死了 人们为了活命 很多人就携带一家老小出去逃荒了 在逃荒的路上 很多老弱病残都饿死了 有的一家一个不剩 张家本来就不富裕 出去逃难 他只带了几斤高粱 一家人都是一粒一粒数着吃的 张贤德的父亲张大明 为了让老婆孩子活下去 他几天不吃一粒高粱 最后被活活饿死 张大明被饿死后 他妻子李氏和儿子大哭一唱 然后就地埋葬了 母子二人靠着仅有的一点粮食逃到了南方 在那里要饭为生 在外面流浪了一年 他们回到了家乡 母子二人的日子虽然艰苦 可李氏坚持让儿子念书 张贤德也没有辜负母亲 居然高中状元 考上状元之后 他就做了知府 后来一步步高升 做了二品大员 张贤德官身二品之后 把母亲也接到了京城居住 在京城住了二十多年 老太太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 最近总是吵着要回家乡 说他要落叶归根 张贤德孝顺 为了让母亲高兴 就上报朝廷要告老还乡 皇帝得知他是为了母亲才要回乡的 就被他的孝心所感动 就同意了 可皇帝觉得张贤德这样的人才太难得 就不让他辞官 而是让他回文山县当县令 张贤德辞别皇帝 就带着家眷回到家乡 在那里做了父母官 张贤德刚上任不久 就有一个老夫人来告状 说自己的儿子被冤枉 被关在大牢里 原来老夫人的儿子叫李全 一天夜里 李全的邻居张三被人杀死了 有人就状告到县衙 说是李全杀死了张三 先令无凭无据 就把李全关进大牢里 秋后问战 张贤德一听感觉此案有蹊跷 就重申此案 为了弄清案情 他就微服私访 去到那妇人的村子里了解情况 谁知在回来的路上 天降大雨 山路湿滑南走 张贤德一不小心就坠入山崖 幸亏他命大 没有被摔死 而是腿被摔骨折了 雨停了之后 有个老夫人刘氏上山采蘑菇 发现落入山崖的张贤德 就用架子车把他拉回了家 刘氏请来郎中给他医治 张贤德又让刘氏的女儿小翠 去他家中烧信 他才被接回家中 经过医治 一个月后 他的腿才痊愈 痊愈之后 张贤德继续审理之前的案子 最终真凶浮出水面 原来李全的妻子貌美如花 让很多男子都对他想入非非 李全的表哥爱慕李全妻子的美貌 为了得到他 他就杀死了李全的邻居 然后嫁祸给李全 案情真相大白后 无辜的李全被无罪释放 他表哥因涉嫌杀人被打入死牢 文山县的百姓为之振奋 无不夸赞张贤德是一个好官 张贤德不但是一个为百姓做主的清官 而且还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 谁要是有恩与他 他必须要报答 当初那刘氏救了他 他一直念念不忘 经常派人给他们送一些钱和生活必需品 刘氏过意不去 也会拿一些土特产让来人烧回去 给张贤德一家尝尝 就这样 他们之间就如亲戚一样 相互来往了一年 这天张贤德有事路过那刘氏家门口 就走了进去 谁知看到母女二人正在抱头痛哭 张贤德问怎么回事 刘氏就说村子里的一个恶霸要霸占女儿小翠 母女二人没办法 心中悲痛就忍不住抱头痛哭 张贤德一听大怒 派人把那恶霸带到面前 为母女二人主持公道 那恶霸是直直老虎 一看是知嫌大人就认怂了 虽然那恶霸答应不再强迫小翠 可母女俩知道那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知嫌大人走了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张贤德看出母女二人的担心 就把他们接到了县衙里住 住了一段时间 妇人觉得这样住在张家是名不正言不顺 就要离开 张贤德的正妻李氏是个贤良淑德的女子 她和丈夫成婚二十多年 至今没有一儿半女 自己都四十多岁了 生育也没有了希望 于是就撮合丈夫把小翠那为小妾 古代的达官贵人有个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 张贤德只娶的李氏一人 想到自己要传宗接代 就同意了妻子的提议 娶了小翠 张贤德决心好好待她 以报答刘氏母女的救命之恩 小翠的母亲刘氏见女儿嫁给了张贤德 虽然是做小 但以后可以享福了 心中也是十分欢喜 时刻提醒女儿要做一个贤惠的妻子 一晃两年过去了 一日张贤德出外散步 遇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男子 他心地善良 就叫人把男子带回了家 这个年轻男子是姓夏 名叫夏天明 他说自己原本是苏州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 谁料家到中落 父母被官府再走 他就逃离了苏州 张贤德见夏天明可怜 就收留了他 知道他能写会算 就让他留在身边做了文书 夏天明十分感激张贤德的收留 他发誓一定要用工作 来报答张贤德的大恩大德 这年的清明节 张贤德带着妻子 跋山涉水去给父亲上坟 因为路途遥远 来回需要一个月之久 张贤德就把家里的一切交给了夏天明 当然也包括小翠母女 张贤德对夏天明有恩 夏天明对他交代的事是尽心尽责 把张家打理的井井有条 对小翠母女也是如此关怀备致 这夏天明才是十七八岁 长得是一表人才 英俊潇洒 而且知书达理 小翠对他很是崇拜 闲来无事 就让夏天明叫他读书席字 一开始夏天明觉得男女有别 不愿意叫他 经不住小翠的再三恳求 他就同意了 他想 只要心中没鬼就可以坦坦荡荡 虽然二人心中都是坦坦荡荡 但也怕家中的丫鬟婆子说闲话 因此 他们白天的时候保持距离 到了晚上 小翠就偷偷溜进书房 与夏天明顶竹夜读 一直到三更 小翠才回房歇息 常言道 日久生情 随着两人接触的时间越来越长 二人心中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白天 小翠就会魂不守舍 盼望夜晚快点到来 他好去跟着夏天明学习读书 在读书中得到快乐和满足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夏天明和小翠的频繁接触 很快就在丫鬟婆子们中间传开了 可这些夏人只能背地里议论 而小翠和夏天明却浑然不知 他们觉得做得隐秘 没有人知道 因此夜夜在一起学习 没有一点收敛 二人都是青春年少 在一起时间久了 难免会擦出火花 终于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里 两个年轻人冲破了道德的底线 走到了一起 事后 二人都很后悔 决定不再往来 可是到来晚上 依然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了一起 二人在一起就如生命被重新打开 难分难舍 甚至想要做长久夫妻 可想到张贤德对他们有恩 就打消了念头 眼看一个月就要到了 二人就更加珍惜时间 抽空就往一起凑 小翠哭着说道 你还是带我走吧 咱俩永远都不分开 夏天明说道 我如今一无所有 出去只能死路一条 二人想到未来渺茫 就抱头痛哭 一天半夜时分 小翠悄悄地溜出夏天明的屋子 慌慌张张地朝自己的房里走去 突然就看见一个人站在前面 小翠吓得魂都丢了 仔细一看 大人正是张贤德 他已经看见他从夏天明的屋里出来了 小翠知道无法隐瞒了 就扑通一声跪在他的面前 捂住嘴呜呜哭泣 张贤德见小翠头发凌乱 衣裙都穿反了 作为一个男人 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 他冷哼一声 拂袖而去 原来 张贤德离家一个月 对小翠很是思念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老母亲 第二件事就是去看望小翠 谁知来到小翠房中 见他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却没有看见他的人影 就询问丫鬟 丫鬟就如实说了 张贤德听了恼羞成怒 不过他并没有去捉贼 而是坐在夏天明房间外面等 一直等到三更半夜才见小翠出来 小翠见张贤德气哼哼的走了 心中非常害怕 哭了一会就回房了 如今丑事败露 他想 张贤德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就想一死了之 可又放不下自己的母亲 如果他为这是死了 母亲肯定也没脸活在世上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只能听天由命吧 小翠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可次日张贤德并没有提及此事 对他们母女的态度和以前一样 只是晚上不再去他的房里 小翠整日生活在愧疚之中 夏天明从小翠的眼神中也看出了一些信息 整日也是心神不宁 觉得对不住张贤德 张贤德对夏天明一如既往的关心 照顾 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他越是这样 夏天明越是愧疚 一天他来到书房 跪在了张贤德面前忏悔 说自己不是人 恳求张贤德原谅 张贤德说道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就当他没有发生过 夏天明听了十分感动 哭得稀里哗啦 一晃又过去了一年 这年中秋节的晚上 张家上下张灯节彩 搭摆宴席 庆祝元宵佳节 张家老太太坐在高位上 满面此乡的笑容 儿子而媳妇刘氏母女都和他坐在一个桌子上 夏天明虽然不是张家的人 但张家人都把他当自己人看待 也和老太太坐一桌 今日中秋 张贤德把自己的顾交 心友和县里的名流都请来了 说大家一起过节热闹 在老太太的一声令下 酒席开始 众人边吃边聊 举杯畅饮 好不热闹 酒过三巡之后 张贤德突然站起来 大喝一声 夏天明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 众人都惊得站了起来 齐刷刷的看向张贤德 夏天明也赶紧站了起来 心中突突直跳 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张贤德慢慢的走到小翠身边 轻声说道 小翠姑娘 小翠一惊也站了起来 张贤德一直叫他小翠 今天去叫他小翠姑娘 心中就更加惊慌 为了掩饰心中的慌乱 他赶紧倒了一杯酒 递给张贤德 张贤德接过酒杯 但没有喝 而是扫尸了一圈众人 众人见张贤德要说话 都放下了筷子 紧张地看向张贤德 等待他训话 张贤德看看夏天明 又看看小翠说道 你们俩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二人想到自己之前做的事情 都吓得低下了头 低声说道 中秋节 张贤德说道 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 月圆之夜 所有的有情人都要团团圆圆 众人正在疑惑 不明白张贤德 为什么对他们二人说这样的话 突然就听到他大喝一声 来人呢 把这对贼夫歪夫给我绑起来 所有的人都惊讶的瞪大眼睛 几个牙医立刻上前 拧住了夏天明和小翠的胳膊 二人吓得赶紧就跪了下来 夏天明 老爷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小翠哭道 老爷杀了我吧 是我对不住你 我愿意以死谢罪 只恳求老爷放过天明 这一切与他没有关系 都是我主动找他的 小翠的母亲刘氏也吓得脸色苍白 赶紧跪下替女儿求情 说让小翠做牛做马 伺候张贤德一辈子 只求留女儿一条小命 原本喜庆的中秋酒宴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喝酒聊天 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众人心中都十分忐忑 不知该如何是好 其实 小翠和夏天明之间发生的事情 张家上下都心知肚明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 张贤德没有惩罚二人 大家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都被地里说张贤德宽宏大量 骂夏天明忘恩负义 没想到张贤德居然在这里等着他们呢 此时整个宅子都静得可怕 落真可闻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呼吸也变得磕磕绊绊的 众人都看着张贤德 等着看他如何处置这二人 恐怕他们活不过今晚 明年的今日就是二人的忌日 作为一个支线 自己的小妾和自己的下属做出了那样的事情 如果传出去让他这个父母官有何脸面 因此众人都猜想张贤德既然说出了这件事 就会把二人杀死找回一些面子 正当众人翘首以盼的时候 没想到张贤德一仰手 把杯中的酒洒在了牙役的脸上 骂道混账东西还不赶紧把他们二人扶起来 牙役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赶紧扶起夏天明和小翠 张贤德也把小翠的母亲扶了起来 说道 老太太赶紧坐下 下人见张贤德对刘氏那么客气 就赶紧把夏天明和小翠扶到了桌子旁坐下 张贤德扫了众人一眼 脸上严肃的表情一扫而光 微笑着说道 今天是中秋佳节 月圆之夜是万家团聚的日子 感谢各位朋友捧场 就借这个吉日成全夏天明和小翠姑娘的婚事 以后张家就是小翠的娘家 众人听了张贤德的话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下巴都惊掉了一地 这小翠给张贤德戴了一顶绿油油的大帽子 他不但不惩罚二人 还要成全他们 这真是天下一大奇闻 张贤德拉住夏天明 他让妻子拉起小翠 让二人拜了天地和刘氏 然后夫妻对拜 二人就算结尾夫妻了 夫妻二人又带着新郎新娘给宾客们敬酒 众人看到张贤德脸上笑容灿烂 才知道他是真心实意地让二人成婚的 众人的心也都放到了肚子里 开始祝福二位新人 酒宴结束之后 张贤德带人把夏天明和小翠送到了一座大宅子里 宅子里张灯结彩 到处贴着大红喜字 新房装修的豪华美观 张贤德说道 这座宅子以后就是你们的了 你们二人好好过日子 二人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跪在张贤德面前感谢他的大恩大德 张贤德说道 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 要高兴才对 其实张贤德知道小翠和夏天明的事情后 气得很久没有缓过神来 他也想把二人碎尸万段 但转念一想 杀死了二人又如何 他们二人都是青春年少 既然有情 不如就成全他们 也是一段好姻缘 放过别人 也是放过自己 张贤德成全夏天明和小翠的事情 被传为美谈 大家都称赞张贤德宽厚仁慈 大人大量 宰相肚里能承传 张贤德五十多岁了 依然没有一儿半女 可不知为何 他的妻子居然怀孕了 一年后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好人好抱吧 孤寡老人十年六十岁左右 靠采药看病为生 人们都叫他柳郎中 传说柳郎中不是本地人 他来的时候二十几岁 说是家中发生洪灾 良田被毁 为了活命才逃到这里来的 柳郎中为人善良 来到这里之后 就为乡亲们看病 拿不起钱的他都会免费帮助 孙明为有事急需用钱 他也会慷慨解囊 尽力帮助 因此 孙里人并没有把他当外人看待 而是真心实意的接纳了他 柳郎中年轻时长的是一表人才 心地又善良 孙里人为了让他安心在此落户 就说要给他介绍对象 可柳郎中都推脱了 如今柳郎中六十岁了也没有娶妻 依然是孤身一人 不过柳郎中的身体好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是潇洒自在 一日 村民们发现 柳郎中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 那女子长的是鹅魔多姿 柳叶梅 樱桃口 芙如宁芝 让人过目不忘 众人好奇 大家都纷纷猜测这女子的身份 可猜来猜去也没有弄明白 于是就有人憋不住问柳郎中那女子是谁 柳郎中只说 这女子名叫香莲 是她的侄女 香莲每天在家洗衣 做饭 上山采草药 还跟着柳郎中学习医术 帮助病人抓药 香莲年轻漂亮 心灵手巧 有很多好心的村民都想为她介绍对象 谁知香莲却说 如今她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有人就找柳郎中 让她劝劝香莲 说年纪大了就不好找了 趁现在年轻找一个好人家嫁了 以后也有个依靠 柳郎中笑笑 说感谢大家的好意 她会劝她的 一日香莲 去山上采药 路过一条小河时 她看见一个男子在河边坐着 额头上还有血迹 香莲心善 赶紧上前问男子怎么了 男子一看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 一时间有些走神 原来男子叫王健文是进京赶考的秀菜 路过此地时 被几个地痞无赖抢了盘缠 还受了伤 香莲把王健文带回家去 柳郎中给她看了身上的伤势 还好都是一些皮外伤 拿出药粉给她抹上 又让香莲熬药给她喝 那王健文在柳郎中家住了几天 香莲每天给她熬药 短吃短喝照顾得无微不至 临走时 柳郎中拿出银子给王健文做盘缠 王健文对二人作以感谢 说一定不会忘记二人的大恩大德 柳郎中说道 举手之劳不必挂在心上 香莲也说道 公子不必客气 祝公子一路顺风 早日金榜提名 王健文深情地看着香莲 说道 如若金榜提名 我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王健文走后 柳郎中和香莲的生活依旧 每天都是上山采药 然后给人看病 日子过得很平静 当地有清宁节去湖边踏青的习俗 村里的几个大姑娘 小媳妇叫香莲 一起出去踏青散心 香莲一开始不想去 可架不住几人的劝说 就一起去了 他们来到湖边 看见湖边围着一群人 就好奇地走了上去 就看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人躺在地上 痛苦地呻吟着 众人都议论纷纷 说这是一个孤寡老人 以乞讨为生 今天来踏青的人多 他就到此乞讨 没想到当地的一个恶霸说他晦气 动手打了他 香莲看到老人的面目时 心中一惊 赶紧上前看看那老汉受伤没有 原来老汉的腿被打折了 香莲说道 哪位大哥能帮帮忙 把老伯抬到我家去 让我叔叔给他一腿 众人见香莲好心 人又长得漂亮 就纷纷上去帮忙 几个大汉把老乞丐抬到了柳郎中家里 柳郎中给老汉看了伤势 生气地说道 这些人太狠心了 怎么对一个老人下如此狠手 上金洞骨一百天 老乞丐又没有家人 柳郎中就让他在家里住下 安心养伤 有村民对柳郎中说 这老乞丐是被乡里的恶霸 钱大奎打的 如果被钱大奎知道 他给老乞丐治伤 钱大奎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柳郎中说道 我是一个郎中就死伏伤是我的职责 村民说道 柳郎中你还是把老乞丐送走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柳郎中知道村民们的好意 也知道那恶霸钱大奎不好惹 不过他并没有送走老乞丐 老乞丐就在柳郎中家里住下了 老乞丐说道 那钱大奎不是人 连亲爹都不认了 原来老乞丐叫张三是钱百万家的一个庸人 妻子死得早 他一人带着嗷嗷待哺的儿子 生活很艰难 钱百万不能生育 就收养了他的儿子 虽然很不舍 但想到儿子跟着自己受苦 就同意了 张三把儿子给了钱百万之后 依然在钱家做庸人 钱百万对他也很照顾 他每天都能见到儿子 虽然不能相认 但也很幸福 钱百万临终前 把张三和儿子叫到身边 说出了二人的关系 说他死了之后 要钱大奎好好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张三 钱大奎得知张三是他的亲生父亲时 很是气愤 有一个当庸人的父亲 他感到是极大的羞辱 嘴上答应钱百万 心里却恨得牙根痒痒 埋葬了钱百万之后 钱大奎就把张三赶走了 他妻子好言相劝 却遭到一顿毒打 张三离开钱家之后 就靠乞讨为生 可那钱大奎依然不饶他 见一次打一次 这个老乞丐就是钱大奎的亲生父亲张三 柳郎中听了很是气愤 说道 世上居然有如此猪狗不如之人 相连听了也是眼泪汪汪 劝老乞丐不要难过 恶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果不其然 钱大奎听说张三在柳郎中家里 说道 我倒要看看这柳郎中长了几只眼 竟敢给劳资作对 他带着几个家丁就去了柳郎中家里 阴阳怪气说道 吆喝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心人 居然捡回一个叫花子 柳郎中已经知道钱大奎和老乞丐的关系 对钱大奎的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 马道 哪里来的野狗在此撒野 还不赶紧滚出去 钱大奎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就吩咐家丁上去打柳郎中 就在这时 村民们都拿着农具冲进了院子里 迅速把这几人围住 原来有人看见恶霸钱大奎来到柳郎中家里 看样子是来者不善 于是就组织村民们过来保护柳郎中 钱大奎一伙看到这架势 知道自己寡不敌众 也不敢轻举妄动 柳郎中扫射了一圈众人 说道 赶紧让他们走 不要弄脏了咱们这片净土 众人听了 就把几个赶出了村子 钱大奎一伙只能夹着尾巴逃走了 钱大奎一向气压相邻 今日受了如此羞辱 他哪里肯善罢甘休 回到家里就闷闷不乐 想着一定要好好整治一下柳郎中 让他知道他钱大奎不是好惹的 老乞丐知道钱大奎不会善罢甘休的 于是就要离开 说不想拖累柳郎中 可柳郎中心善 说道 你腿上的伤还没好利索 你就在这里安心养伤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一日 有一个男子来找柳郎中 说他家老爷病重 请他去诊病 柳郎中问家在哪里 那男子谁是镇里的王老爷家 老乞丐看着来人有些面熟 就悄悄的对柳郎中说不能去 这人可能是钱大奎派来的 柳郎中心想 这是不解决 那钱大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于是就背着要箱子和那人去了镇里 不出所料 刚来到镇上 就有几个大汉围了上来 把柳郎中带到了钱大奎面前 钱大奎狠力的看着柳郎中 说道 你看看我得了什么病 看准了让你走 看不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柳郎中微笑着说道 你的良心坏了 老夫也是无能为力 钱大奎呵斥道 来人啊 把他给我绑起来好好伺候 让他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 家丁一听 就要上去抓柳郎中 正在这时 香莲带着一群男子就进来了 柳叔叔 你没事吧 香莲挡在柳郎中面前 钱大奎一看香莲两眼冒光 他见过的美女无数 却没有见过如此貌美的女子 说道 今天你留下 我就放他回去 香莲冷笑一声说道 钱大奎你到底想干什么 钱大奎眯起眼 似笑非笑的说道 你留下之前所有的事情都一笔勾销 香莲看看柳郎中 说道 叔叔你回去 我留下来 钱大奎一听喜出望外 说道 好 算你识相 柳郎中说道 这怎么能行 你们回去 我留下 梁他也不敢怎么样 他又看着钱大奎说道 让他们走 钱大奎 突然 一个女子走了进来 一把就拧住了钱大奎的耳朵 钱大奎痛得呲牙咧嘴 直叫饶命 说道 娘子 你身怀有孕 一定不能乱动的 那女子一脸怒容 目光落在香莲的脸上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绝美的女子 极度心瞬间爆棚 他知道钱大奎花心 就命令钱大奎把他们赶走 钱大奎唯一怕的人就是他的妻子 如今妻子发话了 他只能把柳郎中和香莲都放了 自从见了香莲之后 钱大奎就对他念念不忘 可他又怕妻子知道 于是就在一个村子里买了一处宅子 然后就带着几十个人去抢香莲 村民们见钱大奎又来了 大家都拿起农具 匆匆来到柳郎中的家的院子里 要和钱大奎一伙拼命 老乞丐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柳郎中和香莲 救了自己引起的 心中十分愧疚 就冲到钱大奎面前撕打他 钱大奎怒不可遏 一脚踹在老乞丐身上 老乞丐就被踹出极米远 众人一看就挥舞着手中的农具 想要开战 等等 大家冷静一下 我跟他们走 老乞丐一看就从地上爬起来 拦在了香莲面前 说道 姑娘 你可千万不能跟他走 他就是个畜生 香莲说道 老伯 没事的 你放心吧 有村民说道 香莲姑娘 你不要去 大不了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对 今天就与他们拼了 香莲看着众人说道 大家不是都关心我的婚事吗 如今我跟着他去 后半生也算有个依靠了 你们为我高兴才对 怎么能拦着呢 众人听了香莲的话 都觉得不可思议 以为他是气糊涂了 纷纷劝阻 只有柳郎中没有劝他 而是对众人说道 这是由香莲自己做主 大家不必劝了 众人不知道他们俩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明白香莲为啥心甘情愿的跟钱大奎走 钱大奎对众人说道 今天我是来娶香莲姑娘的 香莲姑娘也同意嫁给我 你们都给我让开 香莲说道 乡亲们都让开吧 我是自愿的 众人见状 也就让出了一条道 香莲上了花轿 就跟着钱大奎走了 这是钱大奎是瞒着妻子的 因此不敢大操大办 而是低调进行 钱大奎命令手下 准备一桌好酒好菜 他要与新娘子开怀唱饮 二人对面而坐 酒过三巡 钱大奎就拉着香莲去休息 说道 真是不打不相识 想不到我钱大奎和娘子有如此缘分 香莲微微一笑说道 终于等到你 钱大奎只顾着高兴 对香莲动手动脚 并没有听见香莲的话 香莲推开钱大奎 冷笑一声说道 你看我是谁 说着就从脸上撕下一张面皮 钱大奎一看 两腿酥软 不由后腿几步 指着香莲说道 你 你是人是鬼 香莲说道 是你心中有鬼吧 钱大奎做了亏心事 自然害怕 转身就要逃走 却被门口的牙翼捉住 其实这一切都是柳郎中和香莲设下的套 香莲的真名叫阿秀 阿秀是贫苦出身 只因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救了钱元外一命 钱元外见阿秀温柔善良 就让他嫁给了自己的儿子钱大奎 一开始 钱大奎对阿秀还算可以 但阿秀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 经常劝他不要作恶 钱大奎就非常恼火 对阿秀是拳脚相加 后来 钱大奎看上了花柳巷的头牌 那女子说要做正妻 钱大奎想只有修了阿秀 但阿秀一向贤良输得 七出之罪一条也不曾犯 因此他也没有理由修七 于是钱大奎和那女子商量 害死阿秀 把阿秀骗到山上 然后推下山崖 对外宣称阿秀失踪了 阿秀被推下山崖之后 并没有被摔死 柳郎中上山采药时救了她 直到她的遭遇后 柳郎中就用一绒术帮她换了容貌 摇身一变成了香莲 钱大奎本来就好色 欠了貌美如花的香莲 就一定要弄到手 于是香莲和柳郎中就将计就计 她就跟着钱大奎去了 柳郎中就去县衙报官 说钱大奎抢抢民女 知县就派人来捉拿 知县把原告和被告都带到了大堂之上 香莲就说出 自己原本是钱大奎的结发妻子阿秀一事 并把钱大奎如何害她一五一十的权说了 香莲们听说恶霸钱大奎被抓 都兴奋不已 纷纷来到大堂上控诉钱大奎犯下的罪行 知县得知钱大奎作恶多端 引发民愤 就命人把她押入死牢 秋后问斩 她现在的妻子刘青青听说丈夫被打入死牢 想到自己合谋害死阿秀的事情 就吓得魂飞魄散 收拾了一包金银细软就要逃走 却被前来的捕头捉住 其实刘青青并没有怀孕 她说自己怀孕了 完全是为了拿捏钱大奎 刘青青也被打入死牢 秋后问斩 因为阿秀没死 她还是钱大奎的妻子 钱家的财产就由阿秀继承 阿秀把柳郎中和老乞丐张三 也就是钱大奎的亲爹都接到了钱家居住 对两位老人十分孝顺 一日 一辆豪华马车停在钱家门前 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走下马车 这人正是柳郎中和阿秀就过的那个秀才王建文 王建文进京赶考高中状元 如今做了知府 就前来报恩 阿秀命人准备韭菜招待他 九过三巡 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王建文的父亲叫王大海 他家世代唯一王大海艺术高明 很多疑难杂症都能够要到病除 来找他看病的人自然很多 生意红货也自不必说 这就引起了同为郎中的亲弟弟的嫉妒 他弟弟为了让他身败名裂 就偷偷的在他的药里做了手脚 结果把人吃死了 王大海被迫无奈就逃离了家乡 至今杳无音讯 王大海出逃的时候 王建文还不济世 这些事都是母亲告诉他的 为了洗清父亲的冤屈 王建文发奋读书 中了状元之后 他把父亲的冤案上报了朝廷 朝廷派人去彻查此案 如今案情已经真相大白 罪犯也绳之以法 如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父亲 一家人团聚 柳郎中听了王建文的身世是老泪纵横 说道 建文我儿是爹爹对不住你呀 众人一听都震惊不已 柳郎中就是王建文的父亲王大海 王建文看着柳郎中觉得不可思议 自己苦苦寻找的父亲居然近在眼前 柳郎中撕下脸上的面具 父子二人抱头痛哭 父子相认之后 王建文就把柳郎中接回了家中 让父亲和母亲团聚 夫妻二人分别是还是青春年少 如今已是满头白发 二人相拥而期 感慨万千 后来王建文娶了阿秀为妻 成婚之后 夫妻如交四妻 恩爱有加 对父母和老乞丐张三都很孝顺 为他们养老送终 夫妻二人一生孕育四子二女 几个孩子肺腑极贵 一生平平安安